投手投球的時候會用計時器來限制每一球跟球之間的間隔的時間 那站在你投手的立場來說 你覺得這樣的改變是好或不好呢 我覺得沒有差吧 因為對我來講 我整個tempo其實不會在意那麼多 那我覺得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點 你如果是要這樣子的話 可是你又要決定當下的一個判決可能 如果你要挑戰的話 你必須要在30秒內一定要起初判決 那如果你又要投手限制時間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他們的一個比較沒有辦法去控制的地方吧 那這些就是他們自己要去抉擇吧 因為這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2時15分鐘內在2時15分鐘內 我認為2時15分鐘內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動作的 我們想要動作 現在30%的打球都在一場打球或一場打球 我認為一件事我們談論是 要有什麼要看的 因為當時沒有行動 人們會改變的頻道 或他們會發生出來 當他們想要付錢 我們想要看更多接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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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有一個2時55分鐘內的遊戲 人們會覺得 當我們研究研究 其實是2.30 當你有一個2.30遊戲 是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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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行動 然後你問過多久的遊戲 他們會說過3小時 所以3小時是人們說 是一個比例的 哇,那是超過3小時 或哇,那是超過3小時 或哇,那是超過3小時 是超過3小時 在可能性的來說 像是超過1小時 然後你應該說過3小時